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那我們這顆石森的金黃後袋 石森的金黃後袋 現在來原子裡面的發現 然後我們微微的看一下透光有沒有 裡面似乎已經變顏色 而且好像掉在袋子裡面 我現在打開看看 石森的一個果實 非常的好奇它的風味怎樣 或許是一個可以 不太像金黃 顏色不太像金黃 那這個很香 超香 這回去要品嘗看看 品嘗看 果肉如果不錯 表現不錯的話 味道表現不錯的話 這顆我打算也要複製到 我們的新年區裡面去 如果是石森的品種 外面就沒有所謂的 怎麼講一樣的品種 給張照片 給張照片 這個顏色很漂亮 只是果實 不是很大 不知道是第一年的關係還是怎樣 我覺得不錯 給它打開看看 這還沒 還沒讓它自己來好了 自己熟的感覺不錯 但是它是金黃的後代 金黃後代怎麼會長這樣子 會不會有那個 變異還是回歸到原來的 宅長人來這裡裂化 果核裂化 回去試試看 這兩顆看一下 這不錯不錯 味道很香 味道非常的香啊 石森的果 它一個特徵啦 這裡 就尾巴 這裡帶一個尖尖的 這裡 兩顆你看 還一致大小 所以 你如果要問說這是什麼品種 不好意思 這個也不是叫金黃 因為 它畢竟石森苗 所以呢 好吃的話 我就把它複製起來 以後再來命名好了 這絕對是 藝店園裡面唯一有的一個 品種啊 是不是都長一樣 還要看明年下 所以明年有開花 明年的果實也是這種樣態 那它大概就是這個 因為它今年 今年第一次來 今年第一次來 所以 我也不知道 它到底是 重點是非常非常的香 這香氣 好香氣 好香氣 果肉 不知道什麼顏色 那邊有一些 這棵母樹 金黃的母樹 掉了 昨天下了一些雨 掉了一些果在地上 順便把它撿回去 順便撿回去 那剛剛也 撿了一顆土芒果 我們有一個 石生的一個 盆子 一個袋子 一個土芒果 像什麼 像雞蛋 像那個 有點像盲幫有沒有 但是它不是盲幫 土芒果 石生的土芒果 帶各位看一下 就這幾顆 這幾顆 原本我們 準備 那個 當真木來架接的 一直放在這邊 來不及加接 一眨眼它就長得很大 你看它軟盆都還在地上 一眨眼長得很大之後 就 開花 然後結果 哇這個也掉了 這個也軟了 就拿下來 這個也軟了拿下來 這個也軟了拿下來 我拿 裡面也掉在裡面了 所以土芒果本來是要當那個真木用的 現在 現在已經太大了 而且已經又長果 果子 果子小小的 像雞蛋那麼小 而且 風味還不錯 風味不錯 好啦 今天的這些小小的收穫 我們就帶回去吃看看吧 我很期待這一顆 很期待這一顆 金黃的一個後代 一個石生的後代 表現的跟金黃差很多 你看它果色 我們是用 白色的 可以透光這種袋子來透袋的 它的 果色自然熟成的果色 黃中帶紅 紅中帶黃 很漂亮 而且特色就是有這個 尖尖的尾巴 回去再吃看看 再跟各位報告 好就這樣子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有., 或許是 感谢观看